每到早春三月 苏和最忙碌的日子就开始了 而这个季节 正是俄吉那戈壁滩上沙尘暴频发的时候 虽然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 但是入冬前播种的缩缩树 该在这个时候 就得开始浇水和滚户了 年过七旬的苏和第十三年的植树生涯 开始在又一个风沙肆虐的春天 苏和家以南不到三百米 就是西夏古城 黑水城一致 黑城 古代丝绸之路上曾经的繁华名城 因为王朝之政的战火而覆没之后 成为了飞沙走失的残垣断壁 和令人惋惜的陈年旧马 而苏和一家的到来 使得人烟绝迹七百多年的黑城 有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居民 苏和曾经是戴玉波峰的天级干部 2003年 他提前两年辞退了领导岗位后 搬到了黑城边上植树造林 开始了他智力荒漠绿化古城的事业 搬到黑城的头几年里 临时搭建的土坯屋和蒙古包 都被飓风吹塌之后 这间简易房 算是苏和一家最牢固的妻身之所 按苏和的话来说 他在这种屋外刮沙尘 屋里起灰尘的环境中 修心养生 打发了好几年 刚从领导岗位退休后 苏和就大张旗鼓地到黑城 开始种树 当时他觉得 自己是土生土长的 厄吉纳托尔护特人 又在当地各级政府都当过领导 所以凭借自己的威望和人脉 会有一大帮人响应他的呼吁 他的黑城蓝图会立竿见影 但是事与愿违 人们觉得到了这个 传说无一滴地下水的荒郊野外 吃苦不用说 还白费力尽 后来 看在老交情的份上 凑来帮忙的几个朋友 也没能耐得住 黑城的恶劣环境 相继一走了之 一片 不可能 他自己的 不可能 有了 他 他 是 三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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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三年前 盖了这几栋房子以后 苏和一家 算是有了像样的住处 终于告别了干粮彩沙 一起嚼的日子 2002年黑城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后 当地文物部门开始在这里 安排了常驻的看门人 但是荒凉和孤独 使得这一岗位总是难以有 固定的人来把守 苏和夫妇的安家落户 带来了久违的人烟气息 来去不定的看门人 也有了说话解闷的对象 因而黑城有了相对固定的三位居民 苏和教看门人是市长 说自己和妻子是他的市民 于是关于这两个市民 一个市长的话题 产生了这样的顺口溜 一个市长俩居民 一座空城撒当差 市长宝座呆铺长 市民二老心常在 黑城西北角上昔日的清真寺 这么多年苏和还没来得及 感受到他的挡风遮煞和冬暖夏凉 看门人还是走了 对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的看门人 苏和已经记不清 这次走的是第几个 他只记得自己启示过 坚持到底 苏和认为只有这里的环境好了 软件和硬件设施改善了 黑城就会热闹起来 在这里工作和生活的空间 自然会越来越大 看门人走了 固然有别人 固然有别人来代替 而苏和还不敢奢望 自己要是哪天干不动了 要有谁来 前仆好计 每逢节假日 阿拉腾纳布奇总要回到黑城 来和爺爺奶奶团聚 来和爺爺奶奶团聚 是爺爺的选择 让他在黑城留下了 从童年到成年的生活足迹 爺爺经常逗他说 他是黑城最年轻的现代市民 在没有电视 没有小伙伴 更没有洗澡水的荒凉古城边 在爷爷奶奶 玉树与玉儿相结合的忙碌中 长大成人的阿拉腾纳布奇 现在虽然大学毕业 到了可以远走高飞的年龄 但他一直舍不得 久离黑城边的这个家 他的爷爷奶奶 每次回来 阿拉腾纳布奇总是高兴地 看到家里出现的变化 母山羊有了小宝宝 家里终于能喝上奶茶了 但是羊虽有功 也吃不得这里 难得生长的树木花草 只能适应眷养的生活 爷爷刚到黑城后 在大面积种植缩缩树的同时 还试探性地种了一些耐旱的树种 已被将来择优推广 逐步还原 黑城植物茂盛的本来面目 是爷爷心中最大的梦想 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帮助解决的发电设备和房屋设施 大大改善了家里的生活环境和劳动条件 阿拉腾纳布奇每次回来的主要意图 是把带病坚持种树的爷爷奶奶 接回巴因浩特的家 让他们休养一段日子 他担心爷爷的高血压和糖尿病 还有奶奶越来越加重的风食病 要是家里的其他事情 阿拉腾纳布奇就是最高长官 唯独涉及到要离开黑城 皇帝说了也难以置信 家里的一段僵持 结果是爷爷答应以后要劳逸结合 奶奶许诺每天按时吃药 家里的一顿团圆饭就这样收场了 在历史上 黑城因为水产丰富而一度兴盛 又因为水的枯竭而瞬间衰落 苏和道黑城后面对的头等大事 就是解决水的问题 他首先以自己的执着 赢得了两位老友的鼎力相助 于是三个老人把激情钻头 探尽干磕七百年的土地 六十米以下的深层 彻底终结了黑城地下千丈无滴水的传说 建议成为文庫 从买别人的树苗 到培育出自己自足的树苗 苏和也费了不少岁月 而如今 过去的那块育苗地 已经远远满足不了 当前的需要了 为开展出更大的一处育苗耕地 苏和雇来了几位熟悉的农民工 人心要湿 活心要湿 你知道吧 你压湿了以后 它能活的吗 我们给你干活 就是湿的 但是那活也得湿一点 你把活也什么都弄湿的就不行 也得里面活行 老爷子 你拿着翘你在这拍一会儿 就这样拍 人家摄像 照相了 谁说的 你长得好看 不拍点 这山又 你老海又啥拍 五月的黑城 迎来了少有的晴朗天气 但是久闻沙尘暴大明的人们 春季关顾这里的海市 寥寥无几 阿拉腾纳布奇小的时候 爷爷就交给他捡 黑城周围垃圾的任务 为了激励他做事有头有尾 爷爷经常用卖垃圾的钱 给他买喜欢吃的 还称呼他是 黑城环委会主任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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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工作人员吗 不是 不是 我就是过来捡捡垃圾 那你对这个黑城历史 肯定知道这很清楚吧 算不算很清楚 我爷爷在这种树 然后爷爷经常给我讲些故事 什么的 然后历史的话 就是以前在西夏这会儿 黑城就叫黑水城 不是叫黑城 然后公元1226年 就被归属于大蒙古国了 然后在明朝的红武年间 他就逐渐被废弃了 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的黑城 谢谢您 没事没事 您好好逛 好 祝您愉快 儿时的习惯延续到了现在 爷爷现在也夸 阿拉腾纳布吉 是黑城的一名小管家 四年前 阿拉腾纳布吉 按照爷爷的建议 考入了旅游学院 阿拉腾纳布吉 心里明白 爷爷让他学旅游专业 是一方面出于看好 本地旅游资源的前景 而更主要的心思是 想让孙女从事与黑城 有关的工作 除此之外 爷爷再无法要求 一个刚二十出头的女孩 像自己一样 待在黑城 而阿拉腾纳布吉 目前也无法向爷爷许诺什么 十年前 嘎比亚图是姐夫苏和的 得力帮手 每年的母亲姐 嘎比亚图总不忘来黑城 看望她的姐姐 嘎比亚图 常逗这个全国时代 凯末的姐夫苏和 叫世代凯摩托者 每次过来 嘎比亚图总是不忘给姐姐 带点支腿的药 她总是放心不下 长期在荒郊野外 不辞辛苦的 这老连口 当初看着年老体弱的姐姐 跟随丈夫到黑城 支出造林 嘎比亚图怀着一种心疼 连感动 又带着一份报恩的心情 投入到了姐姐的行列 当了姐夫的左膀右臂 开始了她的 自杀生涯 后来 嘎比亚图另批蹊径 在黑城西北大风口 承包了一片枯树林 从另一个位置和角度 继续地对 姐姐姐夫的支持 大灵犯 继嘎比亚图之后 孙女阿拉腾纳布奇 一直是苏和最轻快的帮手 尽管他现在还不知在哪儿落脚 但他只要再一天就肯干一天 在家人看来 自从来到黑城后 苏和才养成了烟酒兜沾的不好习惯 长期在野外的劳累 有时苏和尤其需要 敏几口烈酒来去寒解法 而老伴却担心烟酒会加重他的病情 制定了一些清规戒律 但是规则常被忽视 苏和偶尔藏在缩缩树下的酒 常被细心的老伴所发现 后来这事就被添油加醋 变成了这样的顺口溜 退休的人 报废的车 交通警察管不着 酒当药 车当腿 无路之地 随便跑 苏和以他的坚持和干劲 不仅收获了一大片绿地 也收获了一大帮追随者 如今 人们不断到苏和承包的土地上 间隙和取经 而苏和也用他十几年的经验和教训 从中获得着源源不断的无偿帮助 有点水 上面蒸发一点下面就包住了 有些教你地方拖一点挖 让它继撒 第二点再 撒的话就当年挖 当年再就行了 哎好 那我太厉害了 十几年间 在苏和一家的努力和众人的帮助下 一批又一批缩缩树 在年均降水量不足三十毫米 蒸发量却三千毫米以上 并且地下水位低于五十米以下的黑城土地上 扎根生长 掌势喜人的近万亩缩缩林 已经围绕黑城的北边 形成一道宽大一公里左右的半月形绿色屏障 担当起抵挡十天九瓜的风雨沙的使命 这些年来 苏和把每一批志愿者的行为 及其所重数目的掌势 都进行了拍照 他觉得 这些图片对将来的黑城 也算是个珍贵的档案 近年来 当地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 在黑城及其周边地区 留下了绿化家园的足迹 你们都可以在那个手机上 微信上来都发一发 我们来这去体验一下老人在这的生活 行行行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这个菜都是你自己演的 自己演的 不是上的洋风 没有花费 花还十四百天 是吧 自己打的精 老年打的精 老人 三个老人打的精 我们打的松担了一天一个劲 打的不松担一个星期一年劲 一共打的六年劲 华为 然后今年有公安局的 交通局的政府办的 你上司和老人学习吧 他的精神感染了我们这代青年人 实际上我一个人流量是有限的 能带动一部分人的话 就还能扩大一点 刘京东现在闹了一万目的 卡巴雅图五千目 我两万三千目 这就一个变成两个 两个变成三个 完了以后呢 还奥总他们 他们也搞了一大片 在南边 孙周遥也现在又搞了一大片 还能逐步开始扩大了 可是不是一个变成两个 现在可能几十个了 也有的组织和团体 干脆把集体活动的内容 变成了植树造林 把黑城作为 波萨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前些年 苏和留心搜集了一些实际古董 才让黑城的这些文物 得以保存下来 有的墨是西汉式体的 有的呢可能是唐代的 元代的 西夏的都有 就是以前的拱子吧 这个呢是 大一点的用码子 小一点用牦鱼 那是做哪的 再熟过墨吧 墨面门 我们当初把它当初包 留下以后呢 起码在我们这个地方呢 历史见证嘛 我们这个地方过去 农业相当发达的 唐代 唐代 都有人 而且呢有人数有那么多 房子水也比较多 这个是我们吃人家驴 过去呢 人家吃我们这驴 现在 苏和在自己的缩缩林间 扩建了当地最大的育苗基地 很乐意地为前来索要者 提供着优质的树苗和树种 当地的需要树苗 外地的来取种子 近处地经过面授 远程地通过咨询 人们不断地把从苏和这里 得到的收获 带回到他们各自的领地 播撒推广 苏和所绿化的圈子 已经远远超出了 黑城的范围 我们现在的项目 都在中国之间 也有很多 但是这些项目 都在有很多 做得到的 但是在中国之间 这些项目 有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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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秋末 缩缩树的果实就会成熟 这果实就是它的种子 苏河等了整整一年的种子 更是沙漠老鼠的活命食物 为对付缩缩树的三大天敌 风沙 干旱和老鼠 苏河真是绞尽了脑汁 撒药 熏烟 放暑假 这些老法子好像在老鼠眼里 是个低级游戏 这些的老鼠咬的 很像的 怎么回事 人与老鼠间每年的持久站 总是看不到胜利和失败 2014年的国庆长假 黑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 没有节假日的苏和夫妇 正在争分多秒的采集缩缩树的种子 以免让老鼠抢劫一空 影响来年的播种 回去 不忘记这个缩缩栗子 回去 回 把罐子不要压坏了 压坏的压坏弄得去摩托最糟糕 开车就把大扫包上玩 来了以后又把这个压缩锁 不关键 现在对生态有很多人关心 但是有些人更不关心它 来压坏了 好好好 开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小听爷爷讲黑城故事 每一次阿拉腾纳布吉总是有所收获 但这次爷俩在古城边的推心致富 却让爷爷得到了一大收获 那就是阿拉腾纳布吉终于决定要留在爷爷身边 一要照顾爷爷奶奶 二要跟着植树造林 苏和觉得这是他来到黑城后的最大收获 苏和认为当年因为自己做到了 才能赢得别人的伴罪 而现在自己的孩子也能做到了 那就有望获得整个时代的响应